Nostand Nostand 我是Nostand 各位新年快樂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明天會有一個特別的節目 可是我們今天已經先排訂了別的節目好不好 今天的話 我們要幹嘛呢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們昨天不是才做做這顆對不對 黑暗騎士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玩一個特別的地方 叫做 第一次 瓦爾基里大戰 大家就想說 蛤 什麼叫第一次瓦爾基里大戰 大家應該知道的話 詳細戰場出了非常非常多款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怎樣 用它來大混戰 就這麼簡單 大混戰是要怎麼玩呢 第一個點就是 每一顆瓦爾基里都必須覺醒 這是首要條件 第二個點是 每個人都只能使用是 GD軸或是 G Dragon軸 或是 RB軸 RB軸有個限制的點是 專門只能給 蒼井霸斗的那顆陀螺所使用 完美詳細戰場可以使用的是 G Dragon軸 再來就是 鐵跟環都不可以重複 可是顏色要配到對 就這麼簡單 如果聽不懂的話 我這邊還在列一個錶 好不好 自己看 那我們現在 馬上來 因為我已經把配置都配好了 所以我們來解說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有哪些陀螺參戰 好不好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就是 限定所推出的 每一個的神徽章 好不好 我已經把它拿到了 WVA的三個神徽章 有 紅色 黑色跟白色 這三個顏色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參戰圖一共哪些好不好 第一顆就是我們的 完美詳益戰神 然後它的配置是 6S 然後GD 然後第二顆是我們的 窗井霸斗專用詳益戰神 就是單純的上面配絕景徽章 然後下面是 6V 然後RB 下一顆的話是我們的 40週年紫騎士 然後它的配置的話是 0G 下一顆是我們的 白騎士 白騎士的話 它的配置是 換一下 8MGD 下一顆是我們的 恩火騎士 然後它的配置的話是 4BGD 好 再下一顆是我們的 黑暗騎士 然後它的配置的話是 5FGD 好 再來是我們的 邪神祥義 然後它的配置的話是 EHGD 好 最後是我們的 翡翠祥義 然後配置的話是 2CGD 好 所以以上就是這8顆 然後呢這8顆我們要怎麼玩呢 我們要來做個 8強賽 8強4強冠亞軍賽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打 然後我們這樣 兩個兩個一組 兩個兩個一組好不好 因為這樣打比較快 我不可能讓他們每個人都打一場 你知道這樣我要打幾場 你知道嗎 我要打64場 我要打什麼時候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 做個抽籤吧 以共8顆祥英戰神吧 那我們就開始選了 抽籤跟抽軍種一樣 抽太久了 所以跳過波浪符 第一場是我們的 完美祥義戰神 對上我們的 綠祥義好不好 第二場是 白祥義對上我們的 紫騎士 然後第三場的話是 什麼蒼井霸斗 對上我們的 恩火騎士 第四場的話就比較精彩一點 就是我們的 邪神祥義 對上我們的 黑暗騎士好不好 這兩顆 打起來一定很有看頭 好 那就馬上來第一場吧 第一場我覺得 完美祥義勝算比較大 好 來囉 第一場嘛 這兩顆進戰鬥喔 滿多過年了 我們就要用 紅色的戰鬥盤 打一場 轟轟黑夜的戰鬥 好不好 喔 兩邊都沒開 等一下 第一場也爆太精彩了吧 平手再來 第二道 沒有人開 沒有人開 沒有人開喔 要開嗎 有誰要開嗎 完美祥義 獲勝 第二人的話就是 這兩顆 紫騎士跟白騎士做對戰 而且紫騎士 鬆到寶 喔 誰要爆到 哇 喔 直接是差一格就爆了耶 大家看 直接開始差一格就爆了耶 好扯喔 第三組 蒼井霸斗 對上我們的 恩火騎士好不好 霸斗 加油啊 我想看你贏啊 恩火騎士開過段 霸斗還沒開過段 這二輪好無聊喔 霸斗贏耶 霸斗 霸斗 而且霸斗還蠻血 霸斗還蠻血 不好意思啊恩火騎士 你被淘汰了 第四場的話就比較精彩啦 所以我們兩個 黑暗失利的對決好不好 邪神對上黑騎士 來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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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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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井霸的對上我們的鞋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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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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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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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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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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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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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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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一定會講說 可是只有八顆啊 欸 那你就想太多了 還有一顆是種子選手 沒有讓他上場 然後他的配置的話 我也是給他最好的配置 到時候你就知道好不好 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那就繼續瘋狂的按讚啦 影片按讚啦 好不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我每週每週四五張 切絲準時發布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好不好 好 那新年快樂 隔一天的話 應該會有新年的特別節目 也要拜託你們也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